这两颗小苗是杨茉莉 我叫它马达加斯加茉莉 这里是多伦多 现在是10月下旬 朋友你好 我是时珍 这是氧化云一的频道 欢迎订阅 这两颗是春天修剪剪枝的时候 扦插的每一盆里 实际上都扦插了差不多10颗左右 每一盆里的就活了一颗 也不错 主要是因为当时剪枝的时候 那些枝的状态都不好 又细状态也不好 能量也不足 我给它提供的环境 可能也不是特别理想 就活了一颗 这个活了吗 我们把它倒出来看一眼 顺便说一句 当时牵插的时候 是把它放在塑料袋里 往院子里扔就没管 结果塑料袋破了 你看鼻涕虫子 你把它跑进去每餐一顿 就是这样 这个已经把塑料袋去掉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了 它要是真的死了 它没活的话 不会这样绿油油的 当然了 它这个叶子有很好的保水性 很厚实 它真的是死的话 一时半会儿还真看不出来 另外一个倒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牵插出来以后 这小苗越来越多 没地儿 放在家里的空间 实在是有限 窗台实在太小 所以想把它俩合并一下 第一个检查一下 这根 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 这根长什么样 第二把他俩合并在一起 这样的话 可以节省50%的空间 好了 先到哪个 就是它了 从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你看它的土壤透气性很好 很松散 一倒出来 这种好的土壤一倒出来 马上就散了 你看这就是它的小根 是它的根吗 我们从头上 蹬起来 怎么样 长了小根 另外一个呢 刚才我们倒过来看见了 它根靠近最底部 所以它根的生长空间并不多 虽然里头有很多土 它根的生长空间并不多 所以我们趁机可以把它埋得稍微高一点 再来看另外一个的状况 类似也是有小根 而且仔细观察哈 它的根都是从它最底端长出来的 好 把这个土放回去还原 这个说明土还是它是挺喜欢的 既然活了的话 而且还有一点啊 给它一盆是个好机会什么呀 加底肥呀 看看这黑乎乎的认识吗 香蕉皮 加底肥呢 它通常是不建议啊 把它的根和的底肥直接接触 要垫点土 种回去的时候呢 让它们各霸一方 不要离得太近 然后把土加上去 扶正 种好以后稍微的按一按 让它这个土稍微紧密一点 和根部紧密接触 这样才能帮助它吸收营养和水分 浇水 因为它这个土刚才看 快倒的时候 你看哗啦一下就倒出来了 说明偏干 所以湿一点 确保它的水呀 倒进水全部渗干净了以后 再做下一步处理 还有这小蚯蚓这两天下雨 阳光里呢 属于不耐寒 在多伦多地区 不能在室外过冬 必须要室内过冬 像这种小苗 阳光里有个特点 就是说它挺耐阴的 冬天没有太多 阳光不太亮 也没问题 但是冬天最怕什么 一个是太干了 特别是土壤 一干透去就完蛋了 虽然它挺好耐寒性 但是它的根部还不成熟 不是很发达 它的叶子也并不多 所以我冬天像这种小苗 喜欢给它搭一个小温室塑料袋 给它照起来 这个塑料袋可以是透明的 也可以是半透明的 就是它不需要太多的阳光 它就能够度过冬天 所以半透明也没关系 因为本来冬天的阳光就不足 这个小温室上头不能有孔 为什么呢 因为往那一放 就像夏天一样 往那一扔就忘了 大概四五个月都不用管它里头的水 也不用浇水 也不用打开 也不用透气 什么都不用 所以要确保这四五个月 它里头的土壤不干透 如果你要扎紧的话 它里的土绝对不会干透 对吧 经常有朋友会问 你这么扎 它会不会影响它把它憋死 它们闯不了气了 像这样做 我做了很多年了 每年冬天 对这种小植物都是把它包起来 又省事 效果又好 为什么不会憋死呢 里头 第一空气足够多 第二它不生长 只要不生长 它就不需要二氧化碳 它生长是需要呼吸 是需要吸入二氧化碳才能生长 既然它不生长 它就不需要吸入二氧化碳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你把它放在朝南的窗户 阳光很充足 发现它开始长新芽了 那个时候你就要把口子打开 慢慢的打开 然后定期浇水 渐干渐湿 这种方法呢 适合比如说 像这种羊茉莉啊 枝子花呀 小苗啊 枝子花呀 或者是桂花呀 或者是之类的 都可以 好了 千叉的羊茉莉 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十真家花名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 这是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